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林的燕 现在录影时间是礼拜三 早上的11点42分 小跌32点 今天行情颇动很小 最多涨59点 最多跌46点 震荡幅度在100点以内 目前正好在今天相对低的位阶 估计量1879亿 今天恐怕连1800亿都到不了 依照这样的量估计 今天可能只有1700多亿的量 为什么量会那么少 因为大家都在等待 美国联准会两天利率会议 开会之后的结果 昨天会议开始开了 两天6月14 6月15 连三两天 会开完之后会在今天的凌晨 今天半夜的凌晨 就是礼拜四的凌晨 就会发布到底是升两码 还是升三码 之前联准会的官员信誓淡淡的说 6月跟7月只会升两码 可是通膨指数一拉高之后 美国股市连续三天的大跌 那市场大家担心会不会突然又变成三码 所以目前整个市场上面的评估 有比较倾向于80几%接近90%的人 都认为可能会升三码 所以这样的气氛让市场观望的结构更强烈 那包含昨天晚上美国股市连跌三天之后 昨天有回稳 道琼跌151点 纳达克小涨0.1% 费城报道体小涨0.6% 那整个亚洲今天就日本 今天就大陆股市最强 上阵涨1.4% 深阵涨1.1% 所以说大陆跟国际之间不必然会同步性 他们经济规模够大 可以读书一格 今天在电子盘的部分 道琼是涨了85点 纳达克目前涨0.6% 那台北股市昨天开低走高 从跌201点回到几乎平盘收 第一档政府护盘 除了政府护盘以外 也正好来到关键的临界点 所以强力的拉台 在下半场昨天电子股的拉台之下 很快回到平盘 那今天晚上就要宣布升息了 所以大多数的人 相信都不敢在升息 到底是要两码三码的 还没确定的情况之下 下去买股票 所以今天量初期的少 可见得市场等待 观望的气氛是更浓厚的 目前跌38点 三百点没多 今天上市的部分有559家涨 321家跌 102家平盘 所以大概六市 六成的股票涨 四成的股票跌 那涨跌幅度也都不大 大家都在等今天晚上的一个最后结果 那其实有时候随时都有事情 随时都有状况 这个都是过程 行情的方向趋势才是最重要的 我一直跟大家谈到 小波段的规律 14天的倍数 所以这次上来第14天的时候 我就提醒你了 现在行情开始进入到 回档14天里面的第11天 今天是第11天 今天是第11天 所以这个行情还会反复的打底 就算拉上去还会再下来 那真正第14天的关键转折 是在下个礼拜一的时间 所以未来三天时间反复打底 你要建立持股 你要买股票的 这三个要好好的把握 要选对股票才行 我这几天一直在跟大家谈 总体经济的部分 因为行情涨涨跌跌之间 会有很多不同的状况发生 会让很多人一下高兴 一下又很担心害怕 那这些都是过程 你要了解总体经济的架构情况是如何 你能够看到未来的世界 你能够看到越远的一个趋势 那你就知道当下你该怎么样做 这我就不再重复了 今年总体业绩 虽然国际之间纷纷扰扰 台湾今年总体业绩还是十分强的 有史以来最好的前五个月 所以你可以从这份报告里面 去找最重要 今年营运大爆发的族群 就在这个地方 金元制造Mosavit跟卡印股 从这里着手就不会错 那否则你随着市场再起舞 看什么股票去你就去堆 那人家只是朝短线而已 你最近去就套在里面了 所以从今年最重要的三大族群 三大产业下去找 就不会错 好 今天无量所以大多数个股破洞的都不当 都是小涨小跌 长龙目前跌一块半 阳明跌五毛钱 成交量跟昨天比较起来也差很多 目前只有昨天将近一半左右的量而已 那今天反而大陆的海运股市大涨了 因为大陆上海解封之后 货运量开始恢复正常 那货运量开始恢复正常 我们可以看到 今天大陆的股市 今天大陆的股市里面 中原海运目前已经大涨了将近最高最多 涨到接近9% 我们来看中原海运的部分 中原海运目前已经涨到9% 那日本的三大海运股目前涨幅大概都在1%以内 日本目前日经指数也跌了200多点 日本三大海运股目前已经都呈现上涨 所以可见得美国昨天过的 美国昨天过的针对海运的一个控管的法案 海控法其实对于这些运费没有太大的影响 那大陆的海运股中原海运目前大涨了7%多 会不会让长龙阳明在下半场的行情里面 有机会跟着一起上来 所以下半场要特别注意 我们来看一下电子股的部分 电子股的重头戏 当然还是联电台积电跟联巴克 因为这三只股票洞见观瞻 它的一个带动效果是最重要的 目前新兴大跌6% 南电跌4.5% 景硕跌6.1% 所以载板今天价格过高 这个跌起来幅度也都蛮大的 基本面没有问题 主要问题是因为价格还是过高 价格还是过高 所以经常跟大家讲 涨高的股票就不要理它了 省得一买又买在高档更危险 找底部的股票买 赤底部的股票不就对了 才会安全 联巴克昨天开低走高 最低866元 收盘收在880元 联巴克目前是涨了6块钱 6块钱对联巴克来说并没多 880元的股票 那想要买的耐心等好的价格点 大概是在月线的地方 大概是在月线的位置 你可以去查一下月线在什么价格点 今天台积电跌了3块钱 3块钱占指数占了25点 加权指数跌了38点 所以几乎都被台积电给占据了 台积电我个人的看法 505元这附近也都是很安全 值得投资的一个长期价位区 那联电今天就比较强 联电目前涨5毛钱 所以这波跌下来 联电也是最抗跌的 你看台积电回到起涨点 联电反而只回来1%而已 所以说联电你格局 把它看大一点看远一点 这里都是长期投资的 很好的重要机会 重要位置 日月光也很稳 日月光也不错跌 都比台积电来得更重要 比台积电来得更强 因为台积电往往都被 把人拿来当工具使用 所以当成工具使用 有时候航行在弱的时候 它一定会更弱 那可是当航行强的时候 它会更强 所以台积电有时候 我们要观察外资的做法 那反而联电日月光 它的整体走势 比台积电来得更强势 因为占大盘的比重 没有那么高 分量没有那么重 尖量很少啊 所以说大多数股票都是小涨小跌 波动都不大 那波动不大无所谓啦 航行一两天而已 等到今天晚上 美国升息的一个两码三码确定之后 那一切又开始恢复平静 那该涨也都会涨上来 MOSFIT今天表现还是相对最稳的 MOSFIT我们刚刚给大家看过 今年最重要高成长的三大产业之一 金元制造金元代工 MOSFIT跟海运股的部分 结利 要注意 自MOSFIT里面最赚钱 涨幅最小的股票 提供给你参考 我们这两天买华硕 买323块钱 今天华硕一大早 哇 拉很快 你我332块去 量不够 打底还是难免 今天目前成交量只有1039张而已 所以华硕下来 也是还是可以布局的股票 本来比较五倍而已 真相对 国际今天涨了6块钱 可是日本的太阳诱电目前跌2% 春田制作所目前也跌2% 所以国际不要去追高 这一定要看日本的两大被动原件厂 到底走势是如何 那这两天有破了一个低点 价格是不贵啦 可是以今年被动原件的主要获利来说 普遍都下滑蛮多的 因为国际它一直在合并啊 所以你看国际是并不是那么准确 你看华星科就最清楚嘛 华星科第一季只有1.79 比去年第四季的4块钱 比去年第一季的4块钱 几乎少掉一半嘛 所以包含毛利率的部分 华星科的毛利率 第一季只有20.9% 创下这几年来最低的单机毛利率嘛 所以被动原件 国际我们在1月份的时候 在1月份国际我们在535元卖掉之后 我就跟大家讲过 接下来国际我暂时不参考 暂时不考虑 那关跌了那么重 跌了那么多 对500几块现在剩300几块而已 今天晚上到底会升两码还是三码 那明天节目里面 我再跟大家做 结果的报告 那盘中节目时间比较没有那么充裕 下午节目里面再跟大家多谈一些 记得还有最后三天时间 这三天时间是让你减便宜或布局 最重要的时刻 泰伯现在开始在挤了 我们前两天在204元加码买进 现在开始挤了 这个也都是底部的股票 这是底部的股票 我来找这些赚大钱底部的个股 我们一档一档来做囤积底部的动作 欢迎加入我们行列 我们的负战线02-2392-3988 02-2392-3988 我们下午见 你想赚钱吗 订阅理财周刊频道 18位专家提供最快最多样的看法 从每天早上10点半到晚上10点 每30分钟就有一档最新影音上架 你还在等什么 下个富豪就是你 你还在这种酒店里明天早上10点半2021 你还要点准备